位於渡船街、燈打市街、渦斗路道行人天橋的升降機 已經全線開通 大家好,我是民建聯油尖旺區議員,中港武 3月11日,人人暢渡通行計劃 位於渡船街、燈打市街、渦斗路道行人天橋的升降機 已經全線開通 其實,在2013年,民建聯已經在游尖旺區議會 推薦渡船街、介乎於燈打市街、航尾道和渦斗路道行人天橋 加裝升降機 我們的推薦和建議獲得議會的一致認同 多年以來,就升降機的選址和工程的進度 我們和部門進行了多次的會議和實地視察 我們亦舉辦了文件調查,向街坊收集意見 同時,我們亦向政府了達了很多建設的建議 並且獲得採納 2017年7月31日,渡船街、雅家柳街行人天橋 近旺角街市的升降機率先啟用 使用率非常高,街坊也大賺方便 但工程並不是想像中那麼順利 工程進行了多次的延誤 據此,我們聯同市民向部門 以及承建商進行責責 並且要求他們盡快落實開通相關的升降機 升降機開通了,是否方便了? 是呀,方便了很多 以前我們走這條斜路上來,走得全身濕透 現在方便了很多 而且有時看到街坊推步輪椅上來 他們現在不用那麼辛苦 有個升降機真的方便了很多 是的,我們買完菜很累 又帶了寶寶出街 現在方便了很多 不用那麼辛苦